做工艺不弱人后 花莲龙荫狮子会4号下午前往花莲施工所 特别捐赠爱心伞128 期盼提供施工所作为民众洽工时 遇到天气下雨时的雨具 让民众感受到施工所的温暖 以及龙荫狮子会的爱心善举 为了响应国际施子会台湾总会 MD300总监议会议长 郭里桂乡的百万爱心伞活动号召 加上近来天气不稳定 希望能让来到花莲施工所 洽工的民众 下雨时能有临时的雨伞可以借用 花莲龙荫狮子会爱心借力 捐赠120把爱心伞给花莲施工所 4日下午拜会花莲市长魏家贤 一起响应市长的公益爱心 今天由龙荫狮子会 由我们的黄会长 以及我们的专区主席 还有分区主席 以及各位领导师友 特别在这个不稳定的日子里面 气候不稳定 我们特别捐赠了爱心伞120支 同时呢 我们要响应我们国际总会 由我们的议长郭里桂乡 他特别在今年呢 要破我们的金氏记录 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呢 要突破百万爱心伞 所以呢 我们也愿意出我们一份的心力 为我们的社会做一份的努力 跟我们的花莲市长魏家贤一起来 为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来服务 那这次要谢谢我们龙荫狮子会 那所有的师姐们 特别都是由他们所提供的爱心伞 来捐赠给花莲市公所 所以一份爱心 这是最经济的一个行动 我们一起努力 龙荫狮子会加油 加油 在此我要代表花莲市民 谢谢龙荫狮子会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些 需要雨伞的朋友 还有需要天后 因为天后不稳定 需要雨伞的时候 都能够妥善的来使用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黄会长 韩丽美韩代表 还有我们师子会的 所有的好朋友们 这样齐聚爱心 一起来捐赠爱心伞 我相信可以帮助到 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在此谢谢他们 也祝福未来龙荫狮子会 推展会务的时候 能够协助到更多 社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做更多公益的事情 花莲龙荫狮子会会长 黄树登表示 市子会的宗旨就是服务人群 市长魏嘉诚提到 这是近三年三度 捐赠爱心伞给花莲施工所 感谢花莲龙荫狮子会 会兄会姐的爱心 以及创会会长董姓妹 长期对施工所的各项支持 善尽社团的社会责任 让民众感受到 龙荫狮子会的爱心善举 和施工所的温暖 记者长邦彦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